複製公式 X有两种不同的地址 第一种叫相对位置 例如A1 A2 A3 第二种叫绝对位置 是加钱的 它们在複製的时候有些分别 下面有个工作表 里面有三条公式 它们分别会向下和向右複製 结果会怎样呢? 先看左边的公式 先看左边的公式 等于Sum A1 A3 即是将它三个sell加上 所以结果就会显示什么呢? 就是6 而下面的公式 跟上面公式一样 只是多了个钱 A1到A3 所以结果都是显示6 原来Excel的公式 当你向下複製的时候 它的数字就会加1 而你向右边複製的话 英文字母就会加1 举例子 例如A那题 A4有条公式 等于Sum A1母号A3 如果我们由A4的地方 抄去A5 新公式会变成什么呢? 这个A4 这个A5 即是向下複製 向下複製 我们讲过 是会加数字的 所以这个1和3 就会变成什么呢? 就将它变成2和4 而第二题 相同的公式 今次不是向下抄 而是向右边抄去B4 这个绝存格 公式变成什么呢? 我们讲过 向右複製 就会加英文字母 所以 原本的A 就会变成B 所以答案 就等于Sum B1母号B3 显示什么数值 一会儿大家可以自己去 是否会变成B4 至于第四题 这条公式也加了钱 有钱的地方会怎样呢? 凡是有钱的地方 当你复制的时候 它是不会移动的 例如A钱1 一前面有钱 所以你怎样复制的话 一都不会变的 都是钱1 而后面的钱3 一样 你怎样复制都好 它都不会改变的 但相反 A字是没有钱的 没有钱的话 A自然向右复制 就会变的 当然 向下复制 A是不会变的 现在请大家完成了 下面所有的练习 接着我们有个测验 对答案 这个 由A6抄去A7 就是向下复制的 A6抄去C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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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抄过去两格,所以英文字母不是加1,而是加2 最后这个G1抄去G3 因为抄下去两格,所以数字要加2,由本来的A1转做A3 显示的数值就是这一杂